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ING 那么接下来要谈的话题是 轿车服务的市场竞争有多激烈呢 业者如何来因应制设 而从早期国内业者抢食大饼至今 消费者现在有更多的钱选择 但业者如何征战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TaxiGo的执行长陈泰成来谈谈 去年刚进入这块市场有哪些策略 非常欢迎执行长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是TaxiGo的执行长 我是Kevin 好非常欢迎执行长 您去年的时候进军网路轿车服务市场 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选择切入这块市场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 做TaxiGo这个轿车平台的时候 我们是注意到台湾在轿车市场这一部分 其实相对的有一点落后 其实我们看国际系市场上面 就是譬如中国大陆或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其实大部分就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出来 譬如说大陆的地地出行或是新加坡的Grab 或是印尼的GoJack 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些轿车平台 然后他们的服务已经非常的完善 然后就是大部分人轿轿车的时候 都会使用轿车平台 就反观在台湾的话 只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出来 来去解决这个轿车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希望进入这个市场 然后为乘客还有司机带来一些新的服务 是 Kevin 之前讲 就是您刚刚帮我们分析了 您看好这块市场未来一些发展前提 还有一些切入点 那您可以介绍一下说 那你们公司的话 轿车的模式呢 有哪些的特色 然后怎么样跟其他的业者来一起合作 或者是有一些规划呢 对 那其实我们交测的模式算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交测的软件 都是通过APP交测 那其实我们算是全球第一个交测的软件 是通过LINE或是Facebook的Messenger 就你不用下载任何的APP 你只需要到LINE 然后直接加我们的官方账号做好友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LINE 就可以直接交测 那这个界面就是 我们后面是会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方式 一样就是通过对话的方式 可以在外面上面直接交测 听讲那您的意思说 这个人工智能的话 就是我们到时候是这种机器人来互动对话吗 在台上面 对就是其实你就是跟他说 我要交车 他就会问你 你现在要在哪里向车 然后你要去哪里 这些都是可以用自然的对打的方式去协助你交车 那如果你在服务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机器人也可以提供一些协助 那一般交车就是消费者要加入我们台Seagull的这个平台吗 要先这样子才有办法透过这个机器人交车 对他只是只需要去我们的LINE加入交好友 很方便 加好友就可以了 做完一个简单的电话认证就可以开始交车了 哇 是经常我想继续请教您 这个用这个非常智能型智慧型的这个机器人来提供交车服务 这个开发是专属你们公司的 这个过程有没有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或者说其实这个AI也是非常方便 其实我们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开发 那其实开发最初的版本大概开发了 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做 然后我们就开始让一些乘客跟司机去开始试用 那后续其实我们一直有去改进我们整个系统 还有我们后面的人工智能的部分 所以现在的系统其实这个功能上是非常的完善 是 执行长那您当初怎么会选择用这套系统 然后用大家非常在台湾蛮多人使用的 包括这个LINE或Messenger这个平台 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做接入点 其实现在大家会留意到就是你每天用的APP 其实只有五六个就是Facebook 就是听音乐的软件的E-mail大概就是几个APP 所以现在对下载这个APP这个行为来说 其实大家意愿不是这么高 然后其实你可能下载了过一阵子就会把一些APP散掉 因为就是它会占用你手机的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趋势是以后大家实时不会再下载APP 其实可能就会在这种通讯的软件上面去做一些 就是譬如叫车或者购物也可以在譬如说LINE上面去进行 是那么如果再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乘客的话要付费透过这个聊天机器人付费的形式跟过去有不同吗 还是说可以有多种选择呢 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诱点 是通过我们的系统交测 你可以用LINE配还有信用卡来付钱 那在司机那一边其实大部分平常的计程车司机 可能他们都需要安装那个刷卡机或者悠尔卡机 才可以收费千金的金楼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金楼系统放在司机那边的APP上面 所以他们就是不会有额外的费用 需要再安装任何的设备在车上 那这样的话你们目前的话有跟多少的建车相关业者来做一些合作 然后这种管理还有一些相关服务费用的方面是怎么样做规划呢 对所以我们现在平台上有大概5000多台合作的司机 那其实我们最大管理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两方面 第一就是说司机接了这个蛋以后 它的GPS的讯号会我们一直会去做追踪 所以变成就是平常 大支援车可能乘客都会担心会有绕路的行为 但是通过我们系统教设 其实行车的路径都会被记录下来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发现有绕路的行为 我们把那个资料拿出来一看都会知道 就可以判断出有没有绕路的行为 然后我们对司机会进行一些管理 那另外是乘客在搭乘以后 其实他们都可以做一个评分 然后就是如果他们觉得司机态度不好 或是测量的清洁有问题 或什么他们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都会对他们这些评分去做追踪 那如果是不好的司机 就是我们会请他们回来做教育训练 或者就是要求他改善他测里面的状况 好 这有关教育训练这个部分的话 您觉得在台湾的司机 他们对于这方面的自我要求 还有愿意再接受这教育训练的态度如何呢 都会请司机去我们的服务局面 去做教育训练 通常我们的教育训练都会在 他们开通我们的服务的时候去进行 所以他们也就是蛮愿意过来的 那刚才这一张有提到说 那么已经有5000辆的计程车 司机业者加入这样的平台 在短期之内可以有这个车队 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把这些司机汇聚起来加入这个平台呢 不会有行程说我今天叫这班车 会不会等很久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一开始去账目司机 是通过一些联署的粉丝团 司机的一些群组里面 把我们的平台的消息发放出去 然后我们也有跟台北 大概18家的车航合作 就是请他们帮忙 帮我们去账目司机 那现在其实在台北 庄美地区 其实我们平均叫车的时间 大概是六分钟内会到达 是 司机专属车队 他们会不会加入你们 又加入别人的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现在有着这种情况 会不会造成两边同时叫车 他可能就会有所选择 一下选择你们 一下选择别人 我是站在这个乘客的立场 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是比较谈心 就是说因为我们 譬如说有一个订单 我们是同时会让几个司机制造 所以这个司机是可以选择 他要接或是不接 但是你们这样会确保几分钟之内 可以到达这个会不会 就会可能有些变数了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司机是蛮足够的 所以变成他就是附近来说 这六分钟内还是会有司机会愿意接 当然就是可能在一些向下班时间 可能会有时候没办法达到这个六分钟的 但是这个是小数了 小数 请讲那你们推出这套平台跟系统的话 就您的观察 就是我们台湾市场的这个接受度是怎么样 还有使用的客群主要是在大概哪个年龄层呢 其实我们现在会看到的是 比较多是项目人士 他们就是可能是业务 他们经常要出去访问 然后或者就是一些妈妈 他们就是要带小孩 所以他们都通常会想 预约好一台比较好的检测 要比较方便他们出行 就一些商务或者说有些要去购物的民众 他们也会经常使用计程车就对了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了 台西哥的执行长陈泰成来 跟我们谈谈在去年的时候 那么进军轿车服务的市场 那么所采取的策略 如何跟同行竞争 那么相关问题在稍后呢 我们再继续请教执行长来谈谈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 台湾的轿车服务相对 东南亚国家可能有不一样的形态 那么在进军之后呢 怎么样来观察未来市场的发展 又如何来看 未来那么相关的一些竞争 也怎么样来切出一个差异化的策略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洋广记者王伟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黄丽杰谈起弦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放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 访问到TACC GO执行长 陈泰诚 陈警长为我们说明 台湾的轿车服务市场 他们TACC GO的平台是怎么样运作 还有市场反映的状况 我想接着可以请警长 再帮我们比较一下就是你们平台 进入台湾轿车市场之后 你怎么样观察台湾这块轿车市场的一些发展 我们台湾发展的模式或轨迹 您可以帮我们比较一下 跟东南亚一些地方的话 有什么样的异同呢 其实台湾以出行这方面 其实我们选择可能没有东南亚的国家这么多 因为其实譬如说在印尼 他们现在的轿车平台 他们提供的服务非常的多元化 他们从B车的接送也有 然后他有计程车 然后他有一些类似注定车的车也会有 那他们交车平台其实也会提供一些 自负的服务 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可以通过那个交车平台 去预约更多其他日常生活的一些服务 所以他们提供的服务是非常多元化的 但是就是在台湾来说 我们的市场还没有被整合 比如说就是计程车市场跟注音车市场 其实现在来说是非常的分开的 那么刚才您有提到 对于在台湾有些轿车服务 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滴滴出行 那么来比较一下台湾跟中国大陆 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状况 您个人又有什么样的观察 怎么有哪些差异呢 未来您怎么样在这个竞争市场当中 打出品牌 有一块是就是现在滴滴出行 要来台湾去发展业务 那其实有一块是他们推出的顺风车的服务 暂时来说我还不确定 他这一块是不是克服台湾的法规 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暂时不会去做更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在竞争车的市场来说 我们其实会有一些规划是 就是更诱化我们现在提供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要乘客在路边南车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支付系统去付费 也可以通过我们系统去追踪他们形成 还有对峙做一些评分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希望的是通过我们的产品 还有我们的柚子服务来跟其他的平台做一个差异化 是这样除了这个方面的话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 能够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更为这个突出 对那其实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标 是希望把我们服务带到台北的其他地区 就是中南部的地区 所以其实我们最近也开始在桃园那边 江木斯基也在当地的店家做一些推广 是那么在推广或是相关的运作上 我想相关的一些法规 或许也对于在市场上的运作跟竞争 是相当有关系 不晓得在这个部分的话 警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基整车法规上面 其实有一个法规是 规定一个基整车司机不能加入多个车队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条是值得去重新去思考的 一个基整车司参加一个车队 他们就希望通过车队得到更多的客源 那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参加一个车队 就是好像参加一个会员 那他们算是那个车队的客户 所以其实法规下面不应该限制 他们付钱参加多个车队 就是我们希望是让更多的车队来 就是让自己有更多的客源 改善他们的生活 另外指寄长您刚才稍早举了印尼的这个例子 你说他们这个轿车的平台 他们还结合很多的一些服务 那不晓得在这方面的话 您觉得哪些我们在台湾的话也可以推广 然后在相关的一些环境 或一些法规上的话 可能也要做一些 可能可以去思考跟考量的部分呢 我觉得另外一块是 他们让注定车跟计人车的思想 比较融合在一起 就是说有些客户 他们希望是做不是小王的车 或者他们有一些特定需求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些服务整合 在同一个平台上面 就是我愿意付更高的价钱 做一个就是好一点的车 其实现在台湾法规就是 政府有开放多元化计人车这一条 就是慢慢就是计人车的业者也开始 这样就是会有一些 自己去挂多元化计人车的牌照 然后我们其实也有在 推广这一方面的业务 所以就是我们平台上面 慢慢也会有一些多元化计人车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TACGO的执行长 陈泰诚来跟我们分享 那么在去年您进军台湾的轿车服务的市场 那么您着眼在台湾能够经营一个品牌 那么目前也正展开了一些差异化的策略 在目前锁定大台北之后 未来即将会进军中南部 那么我们在这边非常感谢执行长 您分享您的策略 非常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